安史之乱是唐朝灭亡的起点,诗人杜甫就曾写下《悲晨桃》以血作《晨桃则中水》这样的诗句描写安史之乱的惨烈,整个世间就好似人间炼狱。 就连礼堂皇室都托家带口远逃属地,著名的四大美人之一的杨贵妃也在马维泊途中被逼死,香消玉云。 判军十分残暴,一路杀法,百姓身受战乱之祸实在是苦不堪言,这么残暴的安史之乱到底是怎么爆发又平定下来的? 大家好,欢迎关注《繁华五千年》,点关注,不迷路。 却没想到,唐玄宗最信任的节度是安禄山,以手中的十五万雄兵起兵造反了。 明明安禄山要造反已经是公开的秘密了,司马昭知信路人皆知,可偏偏唐玄宗却认为, 自己善待安禄山,又给他权,又给了钱,他肯定不会造反的,他没理由反。 因此,唐玄宗还大行举办各种拳马声色的宴会,享受着帝王之乐, 却不知泛阳已经承受着安禄山起兵造反的压力,早已风声鹤唳,尽若寒蝉。 面对这安禄山千骑军马的来势汹汹,鼓噪之声响彻大地,千军万马之间,安禄山的军队所到之处皆是不战而胜。 根本没有军队能够抵抗得了造反军队的来袭,几乎全都束手就擒了。 而那些享受着官场名利,吃得榜大腰圆的官员,更是吓得立马投降。 就这样,叛军以一边倒的优势迅速占领了整个河北地界。 安禄山都已经拿下全部的河北地界了,唐玄宗才从歌舞声瓶中下行,原来安禄山真的造反了,甚至快要打到都城了。 到了这个时候,唐军的精锐部队也根本来不及前往救驾了,能够护驾的无非是京城的一些禁军和护卫,在气势如虹的叛军面前。 反复唐壁当车,不堪一用。 于是,安禄山畅通无阻地攻下了洛阳,有很多不愿意投降的忠义之士,全被安禄山当街斩杀。 安禄山已经快到长安了,如此火烧眉毛的事态之下,昏庸的唐玄宗居然还以失律丧失的罪名,把唐朝能用的大将封长青高贤之斩杀。 没有将领平定叛军,唐玄宗居然命令已经年过古稀,脑梗中风已经偏瘫在床的老将戈书汉。 脑袋里只有琴棋书画,根本不懂军事政治的唐玄宗,不仅照令年迈体衰低戈书汉为主帅。 还听信小人谗言,杨国忠说不宜按兵不动,应当主动出击。 于是,唐玄宗就强行命令戈书汉出兵,放弃了同关原本一手难攻的优势,直接冲向虎狼之势。 原本就偏瘫,只能靠人抬着才能坐镇低戈书汉,此时已经有心无力了,多次上书唐玄宗不能打不能打。 可唐玄宗却向被人吓了将头,什么也听不进去,即到圣旨命令戈书汉必须出关,否则就定他反叛的罪。 无奈低戈书汉只好率军出了同关,此时的他甚至命人抬上了自己的棺材,戈书汉明白。 此战必定毫无胜算,只能以死明智,至少不会因叛军的罪名牵连佳人。 果然,刚出同关的唐军就被安禄山的军队埋伏,伤亡惨重。 很多唐军士兵甚至在战场上丢盔弃甲,选择投降保命,还有很多人被投尸黄河之中。 整整二十万唐军,若是守住同关,还有一线生机,可这一出关,最终只活下来八千人,还是丢盔弃甲临战逃跑的士兵,不然连这八千人都活不下来。 戈书汉拖着病区与叛军作战,最终也被俘虏。 如果唐玄宗不听信小人的话,错杀真正的忠良。 那么,安禄山也不会如此顺利杀到长安,年迈低戈书汉被俘虏之后,唐朝溃不成军,根本无力抵抗安禄山。 眼看同关失守,唐玄宗才意识到眼下火烧眉毛的危机,看着整个长安的官员和百姓都在收拾行李逃命。 唐玄宗也带着金银细软和杨贵妃一路向四川逃命。 原本唐玄宗错杀忠良之士就已经含了所有将士的心,行军逃到马维坡之时, 安禄山已经拿下了长安城,整个长安城都毁于战火之中,昔日歌舞升平,如今却只剩残缘断壁。 安禄山一路凯歌,甚至扬言,听闻杨贵妃国色天香,近日我便要得到杨玉桓。 听到安禄山大放厥词,隐忍已久的将士们终于爆发出了对唐玄宗的不满,都是因为杨玉桓美貌祸国。 唐玄宗不理朝战,才会如此荒淫无度,残害忠良,杨玉桓的兄长杨国忠更是一个利欲熏心的奸臣。 如此多的不满和愤怒,全部都发泄到了帝王与妃子的身上。 为了保命,唐玄宗不得不听从唐军的要求,三至白陵逼死了无辜的杨贵妃,又将杨国忠无马分尸,将安史之乱归罪于这个薄命的女子。 实在是荒谬,但也随着杨贵妃的死,整个唐朝的气数也跟着他一起相消欲允,为他陪葬了。 至马维泼兵变逼死杨玉桓之后,唐朝便再也没有恢复昔日的强盛繁华,与马维泼兵变相对应的,却是早已在安禄山铁骑之下沦为地狱的昔日帝都长安城。 曾经李白在长安一掷千金,只为博美人一笑,如今却恶嫖遍地,血流成河。 叛军在长安烧杀抢掠,放火杀人,抢抢民女,逃走的帝王丢弃了这里可怜的百姓,所有人承受着叛军的肆意屠杀。 和奸淫灵灭。 长安原本居住着两百多万人,曾是当时世界上人口最多,最繁华的都市,却在安史之乱中被尽情地毁灭,最终只剩下不到一千户人口存活。 而隋杨之战,整个城池只有五六千的守军,却十分忠意地面对西安禄山的儿子安庆旭手中的十八万大军,七千人不到抵挡了十八万大军整整十个月。 誓死不详地虽养百姓和守军,经历着淡尽粮绝的危机,一直都没有任何援军,城中人为了活下去。 流着泪,吃掉了跟随自己多年的战马,蛇蜀,树皮,草根。 最后甚至开始吃纸张和皮革。 伴随着饥饿,守将张荀将自己饿死的妻子的肉切下来吃,于是整个城中开始吃人肉,吃那些刚刚死去的老弱妇孺,后来直接吃还没彻底死透的活人。 直到智德二年,叛军攻入,看着至死不详的军民,谁也没有想到城中已经是尸横遍野,白骨堆积如山。 旧唐书,既在这段可怕惨烈又忠心的故事所诗人口二三万,人心终不离变,二三万人被人吃掉。 只是为了守住这座城池,这样的忠勇气节在人类历史上都难见。 可惜他们守卫的故土,遇到的是唐玄宗这样的帝王,一切牺牲除了一句可惜,实在难以言表。 在经历了惨烈的战斗之后,安禄山在天堡十五年,自立为帝,定国好为大焉,但他还没有享受多久皇帝的待遇,就被人反叛而偷偷杀死了。 作为一个反贼渐月称帝,又被自己的亲信和儿子合谋反叛杀死,安禄山的命运实在可笑。 也正因为安禄山被杀,这支叛军也发生了内乱,在权力的争夺之中,曾经视如破竹的军队很快就土崩瓦解了。 安庆旭作为安禄山的儿子,却没有什么才干,不然也不会在隋扬对戏几千弹尽粮绝的军民束手无策十个月之久,因此安庆旭很快就被唐军拿下了。 更有意思的是,跟随安禄山一起造反的史思明,在安禄山被杀后,居然也自立为帝,同样是被自己的儿子算计后亲手杀死。 正因为叛军内部的不断内斗,唐军得以喘息,尽管唐玄宗是个荒唐的君主,但朝中还是有很多得利且爱国的将领,在这个期间收复了很多被叛军占领的地方,逐渐回国协来。 安史之乱起始于一个背叛自己领导的安禄山,辜负了唐玄宗对他的信任和重用,自然导致他手底下的人也是这样忘恩负义的墙头草。 为了权力而不断地猜忌,内斗,这样的军队必然无法得到民心,也无法真的统治得了一个国家。 唐玄宗在马维波兵变之后,就成了政治傀儡,退居太上皇,本就无心朝政的他,这时是真的没有权力管朝堂之事了。 或许唐玄宗的确是深爱杨玉环,但在生死关头,他也是无情无义地选择了让一个女人替自己而死,来平息将士们的怒火,所以杨贵妃死后。 唐玄宗的余生都在愧疚中形容枯搞,凄惨度过。 曾经吴家有女初长成,一招养在君王侧的杨侍女,竟然就这样背上了王国罪人,红颜祸水的罪名。 哪怕安史之乱最终被平定,大唐又恢复了和平,但自安史之乱之后,唐朝气数已尽,后来的帝王们全都无力支撑起这个逐渐衰败的王朝,最终再次经历皇朝起义,整个唐朝就灭亡了。 对此,大家觉得怎么样的呢?快来评论区一起留言和年书讨论吧。